自曰十五而有志于学 学习很重要 作为我们后天的一个东西 非生而知之必先学而知之 不然就困而知之 或者其他的 感而知之 行而知之 那都不如学的省心 虽然说学习是一件很枯燥痛苦的事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好好学习 天天想说 问题就在于你学的这个东西 在以后对你的人生有没用 当然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本教材 就是引进西方那种各种分科之学 搞的人四分无力 所以课外 你就要没办法再加强 什么呢 你是国学 为人处事 自古 考状元的当官都是 你要有七家 为人处事 这些 这些能力 经验 才能 当官 才配当官 你现在学的很多工业商业 以前是为奇迹引巧 没有 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很多 好像数学 学到小学就够了 当然语文很重要 反而历史地理 重要一些 其他的 甚至可有口误 那你穷人家 没办法 一技之长 你得学出来 而且当做敲门转 更方便 不管穷父 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学习好 即使你不是那块尿 但是更好的就是 你从小 其实前一个阶段 十岁之前 甚至抓招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预招 一语成枕 你如果捕捉不到这个像 那么这段时间 要好好看看这个孩子 他擅长什么 喜欢什么 从这个方向去 扑路 引导 这个小荷苗 基本上到了 十三四岁 这个根已经砸了 爱学习 他就注定以后都爱学习 因为这个世界 你记性是最好的 智慧还没有开 但是你记忆力很好 先天的那个水 很充足 小孩子总是 身体水分是最足的 年纪越大 越是周温多 就是一个湿水的过程 你从物理上 生物上是这样讲 所以 把身体养好 饮食作息规律 看似生活琐碎 实际上 现在人 想想 最缺失的 最不在乎的 就是这些 身体啊 好 有底子 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亲戚说话 没有的话 你至少把国学 学好 为人处事 到哪儿都是小娜娜的人 还是那句话 男孩恋恋无数 女孩恋恋无导 这都是国粹 都是对你身体 一生最有用的东西 根儿扎好了 以后任期发展 当然了 也不能说 后面就不管了 外国人是18岁 独立 中国没有 你结婚 要父母 因为一代成一代 我们有这个家族观念 有家庭观念 你即使你结了婚 又有了孩子 父母还是放不下 一辈子是你的父母 那所以说 那即使老了 老人不在了 我也会觉得 突然失去了一个 对你至亲至爱的 感觉空老了 那外国没有 结婚可以不请父亲 那中国那不开玩笑 你可以不认识儿子 你不认识我 不行 那中国 就是不一样 所以 人生是阶段性的调整 在这个时间 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父母 还是希望自己 孩子学习好 那接下来 二十以后 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